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超馬家人們大家好 好 請坐 好 我們 很快的 今天奪標的課程 已經來到第幾集了 第六了 是不是 前面五集 有沒有活用 有沒有融會貫通 有沒有 有沒有受用呢 有 有受用 人生 其實看穿了 就是這麼回事 只是你怎麼看 在什麼時候 要加些料 火候加一點 細心的栽培一下 自己的一生 就會比別人幸福 比別人獲得許多 比別人容易成功許多 那麼每一集的奪標 我們都在一些主題上 來提醒 大小朋友們 在人生中 其實 回頭看 這幾十年 當看了那麼多人的成功 也看那麼多人 老是不得志 喝涼水 所以在他們在這裡面的差異之間 取捨之間 你就會很明顯地 你就會很明顯地了解到 一個人一輩子要成功 要奪標 那從小時候 那從小時候是最好的時機 就把很多應該 應該養成的 應該創造的 應該準備的 從小盡早地就把它落實 這就是每一個 不管是大宗小朋友 從小的財富 所以我在每一集 我都說 這個學生時代 以前我們那個時代 學生時代就好像學生讀書 但現在的時代 我覺得是 每個人的福氣 現在不管你多小 大概都有機會上網 一上網 這個各種資訊都有 那麼只要你去到這個正常的網站 那麼在那裡呢 給你的很多的這些資料 遠比從前 我們那個時候要強上許多 那今天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那我就要給小朋友 那麼這個中學的這個 初中高中生 大學生 或者是你已經要畢業 來給你一點idea 就是說呢 我前面也講過 多標多什麼標 多人生每一個進步的 這個 這個殊榮 以及真正成長進步的這個成績 就像呢 每一次的競賽裡面呢 你都能夠奪冠 用這樣子的可能性呢 來 看待面對自己每一天的生活 所以今天如果是大班呢 幼兒園大班也好 還是說今天你是小學三年級 大學四年級 你要想 要想一件很重要的問題 就說呢 在這個時間點上 就你而言 你究竟 擁有 什麼本事 你究竟擁有 什麼本事 為什麼要知道這件很重要的主題呢 因為 我們畢竟啊 今天或明天或不久的以後 我們不管是在學校 還是在社會上 我們都有可能 要有一份工作 或者是一份 比如說在學校的一個 什麼樣的老師指派的一個 任務 對吧 你究竟有什麼 可以擔任 那個任務 這是重點囉 如果小時候你就能夠搞清楚你究竟在當時有什麼 所以有一天 比如說老師在課堂上說 不要需要一位同學 來幫老師做什麼什麼事 你想 哎呀 我剛好有這個才能 對不對 你就一舉手 從此與老師 結下好緣分 所以以後呢 老師想到什麼呢 都先想到你 對吧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 這個 進步的可能呢 讓你多學習的可能呢 老師都先想到你 從小就有可能呢 跟師長打好關係 但是 問好自己呢 憑什麼 這重點呢 因為同學那麼多 一般那麼多人 為什麼是你不是他 對不對 為什麼是他不是你 因為我們擁有著 特別的技能 特別的嘗試 特別的知識 特別的 所長 所以 老師也好 師長 甚至於將來 閉了業 找工作去上班 老闆 或者是你的部門主管 他為什麼 想要重任放在你身上 而不是放在別人身上 這就是重點 你知道有些人 他哪怕已經閉了業 去上班了 他一直不會被公司重用 就因為 他會的 別人也會 別人會的 他不會 所以 所以他很 很 很局限在那 你知道吧 生長不開來 那你說為什麼 他生長不開來呢 因為從小 沒注意到這一項 自己究竟擁有什麼 所以一晃啊 就過了黃金期 但是你說你現在 已經在工作崗位上 你已經意識到 這個方面的問題的時候 也不止 所以就說呢 不管什麼時候 你感受到 要問自己 你究竟擁有什麼 別人沒有的技能 別人沒有的長處 別人沒有的 那諸多特點 如果在當下 現在你沒有 那就趕快創造 製造 培養 不出一個月 三個月半年 那個長才 就在你身上 所以 越是小時候 你越沒有壓力 你是一個學生 你怎麼會有壓力 你把學校功課做好了 你就在看 我究竟有什麼特長 所以要先去想清楚 我究竟有什麼特長 可能一下子想 還想不清楚 什麼特長 我也不知道什麼特長 對不對 那你要想 你要問自己 你喜歡什麼 有些小孩說 我喜歡看故事書 對不對 有些小孩說 我喜歡去拼模型飛機 對不對 模型的輪船 那也是一項興趣 有些小孩說 我就喜歡在這個生活中 跟著爸爸 跟著媽媽 聽他們講他們人生的故事 人生的很多的經驗 你總有一樣東西 你喜歡 你總有一樣 或一樣以上 的東西 你喜歡的 但是呢 你沒有挖掘 你究竟喜歡什麼東西 你有時候呢 就會被 時間的這個 推移的快速啊 忘了去問自己 你究竟喜歡什麼 所以 每個人都是24小時 每個人都是一年365天 但是你有注意 和沒有注意 一年後 三年後 五年後 十年後 成就是不一樣 所以越小 你越能夠感受到 這個的重要 問自己 你究竟喜歡什麼 你究竟擁有什麼特長 你究竟可以自我培養什麼特點 這是重點 這是重點 哪怕是小時候 很一般的 一些什麼好習慣 也是好事一件 這個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舉我自己的例子 我小時候啊 就很喜歡跟著我媽媽 她去哪裡了 我就跟她旁邊 看她做事情 然後呢 那個時候 我們的小時候啊 這個 看她平常炒菜要用那個 油啊 要炒菜要用油的油啊 那個時候我們的社會啊 還是 這個小販啊 騎著三輪車 在這個 這個社區啊 叫販子啊 兜售著 所以我每次都看著啊 隔沒多久 這個這個 來賣這個油的人 來了啊 這個大家不約而同的 都在這個門口 買油 但是呢 我從小就有這種 喜歡求心 求變的 一種 特點 感覺或習慣 我就幫我的媽媽在看 說 她買這個油啊 還有沒有更可能進步的機會 所以在 我差不多大班的時候 小 托兒所 不是 幼稚園大班的時候 我就在這個電視上的廣告上啊 我就發現那時候啊 已經 這個 雜貨店啊 出來了 這個新產品 叫做 紅花紫油 所以那時候呢 我看 我就在那邊看著廣告啊 看著看著看著 產生興趣 然後呢 我就跟我媽媽說 現在有新產品 紅花紫油 我媽媽那時候因為很忙嘛 帶很多小孩 她哪裡會注意什麼 紅花紫油不油的 對吧 所以呢 經由我特別的這個 吸收這個廣告上的特點 好 然後向我媽媽做簡報 是不是 然後呢 所以我媽媽聽久了以後就說 嗯 聽你講這麼好 那好吧 那試試 你知道我這裡多雞婆嗎 我 大般而言 我就非常高興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覺得我很喜歡做這個事情 就幫我媽媽去雜貨店買的紅花紫油 我記得那時候還是鐵罐的 哦 那時候還沒多大 抱個鐵罐的還覺得有點重 是吧 就回家了 然後呢 就跟我媽媽講說這個油好啊 以後不要再去買那個門口的那個 我那時候那麼小欸 我跟我媽媽說 那搞不好不衛生了 你看那邊弄來弄去的人是不是 欸 從那時候我就建立起了找新產品的特點 你知道嗎 所以從紅花紫油開始到後來演進的沙拉油 到這個食用油找到了 又幫我媽媽找什麼這個醬油 有沒有 所以在那個時代 你說沙拉油 什麼泰山沙拉油啦 大臣沙拉油啦 都在我們的時代 新公司開始 你看幾十年了 到現在都還有 然後那時候在找什麼好的醬油 所以那個時候也是啊 你說什麼味泉醬油啊 什麼胃網 胃台 胃什麼的 是不是 我全部都是非常高興的跟我媽媽做介紹 於是我在小時候的大班就有這個特點 找新產品 所以接下去的很多生活的 手續的東西 我都很喜歡跟我媽媽介紹 包括那個時候 差不多就在我那個時候 還有個新產品什麼你知道嗎 去污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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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出現了 我記得我好像在共修口口有講過 這個有一年 這個母親節 禮物 是不是 大班哦 坐那個悠悠車回家的時候 急忙的跑去 砸後天買一瓶什麼 去污粉 送給我媽媽當那個母親節禮物 所以從小就有這樣子的特點 我跟你講 諸位小中大朋友 我跟你講 你小時候的特點 你可能有一天你就會用得上 就會變成你可能在當下那個時候 你有別人沒有的特場 這個特場我在什麼時候用到呢 在我後來去了這個電腦公司 這個有一陣子呢 當了這個這個採購經理 因為小時候有這個特點 所以你要找新產品特別容易 是吧 所以不但自己找 還告訴下面的組員 怎麼找新產品 找到了一些不錯的新產品給公司 因此讓老闆賺了不錯的利潤 老闆就把我看成這個公司裡面的 這個 金基母 是不是 反正好事就是 從他身上出來就是好事 然後他一介紹老闆一用的就是 會大賣 所以 因為小時候那個歷練 所以你永遠不知道什麼都會用到 但是就在 出了社會上班 然後 用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就像一個隱形的財富 因為有這個技能 所以老闆就願意幫你加薪 是吧 讓你升官 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這些東西你永遠不知道 你什麼都會用到 但是 什麼時候是最好培養的時候 小時候 為什麼 我在前面的課程也講過 因為小時候比較沒有壓力 隨著你的興趣 你就會在興趣中 時間裡 養成許多你可以 擁有的特場 以及技能 你知道這個會有連動性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講給你聽呢 你越小 先有這樣子的一些 你的發揮 後面呢 就會開始漸漸的 你在這個領域上 發揚光大 所以我要繼續講我的例子 你看我小時候就會去找這些好看 對不對 我記得在 小學時大概四年級吧 我們家要換一台電視 那個時候呢 之前已經是買了這個 這個進口的電視 第一台進口電視是 RCA的什麼 這個 號稱那時候最大的電視 26寸的 但是很容易換 在我小時候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換了一台 這個 真理智的 結果呢 你知道嗎 爸爸媽媽 他們都沒發現 那台真理智的電視有什麼特點 我竟然我可以 我可以去 這個 看著他的這個面板 那個時候 要自動開機 還很先進的 你知道嗎 不是現在這麼普通 這麼輕而易舉的 那幾十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任何機器都有 很少有的 但是我就有這個特長 賣 賣電視的都還沒有介紹這個特點哦 我竟然可以 發現他有這個機制 而且那個電視它是 英文版面的哦 它不是中文哦 我可以這樣子摸來摸去摸來摸去 然後有一天有跟我爸講 跟我媽講過 這個電視還可以自動開機 我爸就很驚訝說 哎呦你怎麼會知道 這就是 從小你有那個興趣 你就會想要去鑽聯 所以漸漸的漸漸的 這就是 你在當時 也許吧 父母只會誇獎你一兩句 但是誰賺到 自己賺到 所以你自己有這個特長 所以隨著年齡越來越大 所以你對於很多東西的 這種吸收的速度 你對於這種新產品的 接受度 了解度 很奇怪的 你就會比別人容易 進入狀況 哎 你在一個公司啊 如果老闆今天問你 他買一個新產品來 他老闆也不會用 全公司沒人會用 他自然會說 全公司有誰會用 你說我可以試試看 你立刻就摸出來一個頭緒 他告訴老闆說 這應該這樣用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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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老闆會不會對你刮目相看 後來是不會 這就叫做什麼 叫做現實 知道嗎 在外面跟別人 這個 君子之爭呢 在你的這個職位上 憑什麼老闆要喜歡你 憑什麼老闆要加心 憑什麼你的起心 比別人高 憑什麼 憑你的特長特點 所以當你的特長特點 越多的時候 代表你就有身上有無限的財富 你知道吧 今天你可以在這個部門 你也可以 明天你可以在那個部門 你也可以 我跟你講 老闆不遵用你 遵用誰 你有著無限的技能 無限的長處 無限比別人多的本事 這就是 可以 爭取在公司被重用的本錢 機會 以及那諸多別人沒有的 你可以使喚上去的特點 所以我上次就說 你要能夠 被公司重用 不是去拍馬屁 是你要有 才能 各方面的才能 當然 你的 所學的特長 那是最基本 但所學的特長 之外 這些東西 就是加分 加分加分再加分 你說早一點不要 將來出社會用到 什麼時候 學校 老師說 哎呀老師現在需要一個 哪位學生要來幫老師 你說我 然後也是 老師剛好 在你們班上用一個什麼機器不會用 結果你比老師還厲害 我跟你講 只要你功課不要太差 是不是 老師一定覺得你就是模範生 太優秀 所以要不要當模範生 要 有沒有學起來 有 所以咯 你剛說學起來了 這邊我就要告訴你一些 重點 重點 其實這堂課非常重要 會啟發了你的很多的潜力 我講句老實話告訴你 我不管像你幾歲 六歲七歲 十歲 二十歲 三十歲 都一樣 你要知道一件事 以前 你要發明一個新產品 很難 為什麼 發明一個新產品 你沒有一定的知識 你沒有一定的知識 或者一定的熟悉度 你怎麼知道那個產品是新產品 你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嗎 在亞洲我不知道 在美國 中學 不要說中學 小學 就有學生發明新產品 小學中學 一直到大學 都有這樣的學生發明新產品 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可以發明一件新產品 你就有可能可以發明一百件 一千件 一萬件 如果你是發明達人 我跟你講 只要你發明東西 用做在商業上大量生產 你就賺不完 所以在你去上網查查看 很多小孩子做發明的 然後賣給了商業的公司 然後把它做大量生產之後 不是說只賺那一次的錢 但是你賺到什麼 賺到你的能力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說 你要有這個企圖心 來發明新產品 發明新產品 我問你啊 你要有一個新的idea 你的邏輯重要 重要還是不重要 重要 你總要有想法吧 你沒有想法你發明產品 所以 你朝這方面去做 不管將來如何 但是你的邏輯能力 已經被自己 因為想要發明新產品 而練習的比別人強 而且強上許多 為什麼這個重要呢 因為不管將來你 大學畢業 研究所畢業 出去上班了 找一份工作 你的邏輯很強 腦袋很清楚 是非很明晰啊 你的長官 你的老闆 他 只要跟你接觸過之後 他一定會感覺到 如果你的老闆 不昏庸你知道嗎 只要那個老闆他 搞得清楚東南西北的時候 他就會知道 你的邏輯性很強 這強有什麼好處呢 你知道嗎 剛不講要有特點嗎 老闆跟張三講 欸張三 這明天 我們有什麼會要去開 下禮拜有什麼 什麼事情要做 然後今天下午 廠商有什麼要來 張三聽到了 他從小沒這個 沒這個訓練 他可能知道 有可能 有一天 他沒有把他安排得很好 忘了一件 忘了兩件 對於老闆的感覺 就覺得你行不行 但是老闆有一天要給你機會 你的邏輯很清楚 腦袋很清楚 所以老闆一跟你講的時候 你就把它吸收在你的腦筋裡面了 對不對 今天跟你講了三件 你也跟你講兩件 你馬上就告訴老闆說 欸老闆 你昨天跟我今天講 這些都非常重要 欸我想到了 你昨天跟我講的那件事情 和今天這件事情 欸我們剛好可以一起做 然後就可以給公司 省下什麼成本 或者是方便了什麼事情 我問你啊 你這樣跟老闆一見一 老闆會不會對你 印象很好 會 會還是不會 會 這一些都是要從小訓練 你說到 到這個工作崗位上了 再去訓練行不行也是可以了 但是沒有從小訓練來的好 因為你從小訓練 你已經非常純熟 所以你隨隨便便的一聽一個information 你就會立刻抓住重點 立刻找到真正的方向 來做可能的判讀 判斷 所以你漸漸的從小訓練 你就會很容易做正確的判斷 所以為什麼說你要給自己一個訓練呢 鼓勵自己來做一些可能性的發明 欸發明一個東西也是發明 你說發明一個什麼更好的 你知道以前不是 你知道那個那個回文針啊 有一個小孩他發明一個更好用的回文針 然後被商業拿去 大量生產 你說回文針別人已經發明 為什麼那個小孩會發明一個更好的 因為他一定有細心的去看 那個回文針上還有什麼 對於他自己在用的人 有什麼可以更加這個進步 所以這個時候 諸位大眾小朋友們 我問你 挺好喔 你的細心程度重不重要 很重要 重要是像什麼一樣的 像財富一樣 金錢喔 你從小練習自己的細心程度 就等於是把自己的荷包 能夠有一個未來進行式的 讓這荷包 有著他一定的錢 才會自動流進去 為什麼 我反觀呢 這幾十年來 不管是在學校也好 除了社會上了班 這個工作 在各種可能性的崗位上 細心的人 不管當時他是學生 還是工作者 細心的人 如果他可以把他的細心 正向的導引到 他的工作能力 變成他的籌碼 就說呢 你的細心 不是天天去那邊 不是天天去那邊 跟人家 這個算的斤斤計較 不是這種細心 你的細心是 觀察入圍 就是說 看到你周邊的所有的 動靜之間 動態的也好 靜止的也好 他的改變是什麼 他的進步是什麼 他需要怎麼樣的方向 去做調整 你如果細心到這個程度 你看到所有事情 你都可以有一種 對應 全自動的 我跟你講 第一個 你就已經 隨時都在教育自己 如何進步 你將來上班的同事 他沒有這個本能 所以他在那崗位做二十年 還是長那樣 你不同 你做那崗位 二十年 兩年後就跟他不一樣了 兩年後就比他厲害 為什麼 因為你隨時在看著進步著 突破著 是不是 所以很多的成果就在 每一天的生活中進展 所以這是不是你的財富 是不是 很重要 所以現在的學生你看多好 現在學生跟以前不同 的其中不同一點 就是現在有奪標這個課程 你說是不是 謝謝 我已經告訴你 告訴你 將來怎麼樣會紅 你就依照 就是output 你要怎麼樣會紅 回來趕快做準備 哪有這麼好的事情 在奪標課程裡面 人人人都可以獲得 只要你聽了 去照做 你就會比同年你的小孩 同年你的同學 將來同年你的同事 甚至於在那個公司 待了很久的老同事 你都會超越於他 所以你就會順風順水 你的每一天都會覺得 只要你有謙虛的心 你就會發現 你在任何單位 都是top 上面的 傑出人數 不管你今天到一個新公司 還是你在一個公司待很久 都一樣 為什麼 因為你有這樣子的特質特長 能力 不光是你的主科 你的major的能力 還有這些 你從小練習附帶的能力 所以你要知道 剛剛想說 以期許自己成為一個發明家 來練習自己 在發明家這條路上 你會要求自己 有很多的本能練習到 變成自己的課場 來面對 你在學校也好 在社會上也好 你跟別人的不一樣 那就是什麼 你的賣點 記得喔 那就是你的賣點 所以你越想培養出越多的賣點 你永遠不知道什麼都會用到 但是今生 應該都有可能會用到 只是什麼時候而已 我們的同仁 經常說 發現導師為什麼都懂 導師又懂這個 導師又懂那個 懂一大堆一缸子 為什麼都會懂呢 從小自我訓練 因為 興趣使然 或者是 以前在工修都不是講嗎 排行在中間 不是中間那個做誰做呢 是不是 所以呢就是 有這個機會點 自我訓練 你就會看的東西更多 然後選擇的那東西更準 更穩的進展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你知道現在的這個開會軟體 Zone 我在它一推出的時候 我就用了 為什麼 我知道這個Zone 它一定會紅 因為它簡單 但是 它在簡單的步驟中 你該要的功能它都有 裹不出我所料 我就從它剛開始的時候 就開始用它的Zone 你看 多年後今天 是不是Zone 最popular 是啊 當年 Zone剛出來的時候 市面上有很多開會軟體 比Zone要強的 太多了 但是我一眼就 看得出 Zone很厲害 我在這邊不是在凸顯我自己 我在告訴諸位 你從小要練得一身好功夫 所以你在看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看得比較準 否則你 你也不知道這個好還是那個好 你很難比較判斷 這功夫從什麼都開始練呢 從你現在 學生時代 就開始練 你只要有這樣的企圖心 所以你就會注意你身邊的大小事 現在已經沒有說 當個發明家 一定要 20歲30歲 50歲才能當發明家 沒有人規定 你只要有一個好的idea 然後你能夠把它 可能性的實驗做出來 一個粗胚的模型 你這tonsive如果出來 真的是 那麼回事 然後趕快就開始 你的爸爸媽媽說 不錯你有這樣的想法 設計 爸爸媽媽就去幫你申請專利 前面的一步一步的 你搞不好明天 後天就是發明家 你能夠發明一件 剛剛不是講嗎 可以發明一百件一千件一萬件 那是你的財富 就算不發明 你有本能 所以當一個發明家 該要有的步驟中的特長 你都會有 這些東西呢 它就可以讓你 從現在開始 在學生時期也好 在社會中 不管你在什麼樣的職位上 你都可以 比較容易什麼 你知道嗎 獨當一面 獨當一面 知道嗎 小朋友 聽不聽得懂 什麼叫獨當一面 就是老闆找你一個人 就搞定了 知道吧 不管什麼事 老闆只要一想到 只要你一參與 全部搞定 哪怕當時人力不夠 你一參與 你就會去幫老闆搞 搞定所有的全盤事 不過你啊小朋友 做這樣子的未來 這樣子有出席的人 你覺得會不會被任何公司中用 會不會 會 你要記清楚 老闆喜歡的員工 老闆喜歡的員工 就是這種人 所以現在我們要練習 這不是講了嗎 你要開始細心的觀察入圍 然後去想著各種可能的 誒 有什麼東西可以發明出來 讓人間 讓你自己 能夠更好用 我跟你講 這又可以訓練你什麼 你知道嗎 創造力 你從小沒有壓力的時候 你就會天馬行空的想了很多東西 會創造 創造創造 不管將來你是讀文科 就好像 讀會計也好啊 讀歷史也好啊 理科 讀化學啊 讀這個工程啊 讀電機啊 讀醫生啊 都好 但是一旦你有創造力 我跟你講 又是你的財富 為什麼 老闆叫你們 禮拜一早上開會 你有創造力 你可以創造一個 什麼不同的東西 很快速的想到一個新 新的想法 你一旦有這樣的特長 我跟你講 你在那個會議室裡面 你會很紅你知道嗎 因為別人想不出來 你想得出來 哪怕你想三個idea 你想三個idea 別人還沒一個 老闆已經對你刮目相看 結果你選 你想出三個idea出來 當然你那三個idea 要能夠撥得上 檯面 讓老闆看到你有這個特長 還真的是有事說是 不是來亂的你知道嗎 老闆跟你說 對於A件事情有什麼好的提案啊 你提出來的東西 根本 見不了大場面 老闆就覺得你來亂的 反而扣分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能夠提出來 老闆我這邊有幾個idea 跟老闆參考 第一個第二個 第三個我跟你講 其他同學會有一種 羡慕你的眼光 哇 你怎麼那麼厲害 為什麼 你有他們沒有 因為你從小練習啊 創造力是要練出來的 為什麼從小去學畫畫 因為你在不同的這些 顏色的激當中 或者是這些技術的磨練裡 創造出你更多對於色彩也好 圖案也好的這種敏銳度 一旦你對這些東西有敏銳度 你就會把它apply到你的生活 可能不是只有美術了 它可能是其他事情的創造力 所以從小練習啊 小時候練習長大 你根本不用任何的費力 你就很容易派上用場 幫助誰幫助你自己 幫助你什麼 在工作崗位上 揚眉吐氣 讓別人對你刮目相看 對於你自己的能力上來講 絕對是公司裡面最top的 所以你有各種可能性的配套 你怎麼會不強 你強極了 有沒有很興奮啊 有 所以你要在今天我講這些模式裡面 我今天只是起個頭而已 你就可以看到已經會比別人強多了 哇 欸 欸 你說每天大家 那麼努力的用功讀書 啊 或者那麼努力的 朝九晚五的去上班 要的是什麼 要的就是揚眉吐氣嘛 是不是 讓自己的能力所長 發揚光大 啊 這些東西的對應出來的 就是你在那個職位上 是有榮耀的 你知道吧 比如說你30歲而已 別人30歲可能 當個當個鄉里 對吧 當個組長 你30歲已經當經理了 你會不會覺得有榮耀 壞是不會 會吧 但是就是我剛剛在開始的目標 憑省 憑著現在開始 對自己 期許 設定目標 勉勵自己 朝向一步一步進步的 確實獲得的這些所長 就是變成你的長處你知道吧 你要知道這些東西 一旦它變成了你的 這個 特點 就是你比別人 厲害的基準點 我問你啊 如果我們用 一點兩點用數字來算 兩個人同時進公司 老闆第一天都不認識你們了 所以兩個都是從0點開始 但是從今天以後 不要說從明天了 就今天 老闆跟你們兩個人在桌面 這個可能是開會 可能是教學 可能是什麼的時候 交流的時候 你就已經展現出你的特長 第一點 第二點 跟你一起進去的同時 他還是0點 明天繼續的時候 你已經第三點 第四點 他還是0點 我跟你講 不要不要久 就一個禮拜 我跟你講 老闆跟你在講話的時候 老闆是 正對著你 對你微笑 然後很理喻的跟你講說 跟你一起討論 研究 那個什麼都沒有特點 如果又沒什麼了不起的常態 我跟你講 稍微犯個錯誤 老闆可能就對他 看法不同 看那個老闆的修養 一個禮拜而已 你就已經跟 一起進去的同事 不一樣了 一個月以後 老闆只要腦袋清楚 他會發現 你不但比新來的同事要厲害 甚至於比在公司裡面的老同仁 還要厲害 我跟你講 身體當主管主管主管上去 有必要說一定要幾歲才能當主管嗎 沒有啊 以前可能啊 以前那種官僚時代可能吧 現在已經是全部創新的時候 有能力就會有發展 沒能力天天做冷板燈 這就是現實 所以你是學生時代的 我現在講給你聽 哦 導師這樣說 原來如此 所以就從導師的年齡吧 幼稚園大班 就開始練習吧 是不是 何況你現在已經小學了 中學了 大學了 還不趕快 加油啊 加油 總有出頭天 但是你在這一刻 你還說 我什麼都不會 給人家貼在那邊口中念說 我不知道有什麼特長 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浪費時間 所以立刻要看準 我想到底怎麼樣發揮 在最快時間內 聽清楚哦 最快時間內 所以講到這裡呢 它又是一項財富 什麼財富 我問你啊 現在的時代 變化的速度 快還是不快 快 你要能夠 一直在一定的水準之上 你要不要符合現在的這個時代 變化的速度快 但是你的學習程度也很快 需不需要 需要 又是小時候練習 從什麼時候開始練 我跟你講 從現在開始練 第一步先練什麼 我上次不是在講嗎 我們要能夠 這個把自己的這個時間 作息 安排調整的非常好 對不對 老闆看到你 做事有模有樣 今天我們在講一個 進階版的觀念 我問你啊 你有沒有辦法 我們上次不是在講嗎 六點鐘起床 這個刷牙洗臉吃早點 六點半 六點半 弄妥 我問你啊 如果你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慣性 六點鐘起床 六點半吃完早點 然後再去數個口 全部都弄好 然後準備出門 如果 現在挺好喔 這很重要喔 不管你這樣幾歲喔 你要自我期許 自我訓練 在父母沒有對你這個 叮嚀的狀態下 你自動自發的練什麼 你知道嗎 我今天 從起床到出門 半小時也好 一小時也好 這是一個常態的 schedule 我要自己 勉勵我自己 我明天要來練什麼 我要來練 原先我半小時 我要來練 我能不能夠15分鐘 把一切做好 原來是一小時的 我要練 我們能夠半小時 能夠把它做好 為什麼要練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喔 你從小就能夠 隨時的彈性 把這種彈性練成 你是一個有彈性的人 所以你可以15分鐘完成 你也可以30分鐘完成 你有這樣子的一種 潛在能力 小孩子 就要記得你有這樣的才能 一旦你認為自己有 我跟你講 你什麼都可能會有這樣子的彈性 你的人生會比別人更多加光明50%以上 為什麼 你有沒有聽過 你有沒有看過有些大人 小孩子可能沒看過 所以我現在在座的父母可能看過 在你的單位裡面 老闆跟你說 這事情要加快 那平常沒受過訓練的 老闆沒辦法 我問你啊 你將來的公司 老闆跟你說 這個事情很急 要快 兩個人 兩個同事 你是跟老闆說 老闆沒問題 我會儘快的完成 而且你就真的縮短了一半的時間完成 和另外一個 他從小沒有過這樣的訓練 他跟老闆說 老闆我沒辦法 當你完成 他說沒辦法 我問你啊 老闆喜歡你還喜歡他 羨慕現實 很現實 你有沒有這個能力 從小練習 所以能力強的人 他不會看到任何人就說 No I cannot 他們都說 Yes I try my best 是不是 我盡力 老闆也好 你的老師也好 你的校長也好 喜歡哪一樣 我盡力的小孩 對不對 同事 同仁 都喜歡這種類型 所以當你小時候在練習的時候 你沒有壓力耶 所以你很舒服的 你有這種本能 他不在講嗎 本能越多 就是財富越多 不過你啊 如果那個 老闆問他 你可不可以儘快 那個人說 老闆 No 我沒辦法 老闆說 你沒辦法 你也得要有辦法 你要有 這個儘快 一半時間完成 否則明天不用來了 我問你啊 如果你有壓力 一定要那份工作 老闆說今天你不用 一半時間完成 你明天不用來了 你有沒有壓力 有還是沒有 有 越有壓力的時候 越不能完成 就是說你在那個結果眼上 你才說我要訓練自己 我跟你講 越是在那個時候越緊張 越在那時候壓力越大 越在那時候 腦袋不清楚 所以千萬不要把這個自我訓練的工作 移到有一天在你的工作崗位 被你的上司 被你的老闆說 你必須一半時間完成 你很慘啊 你知道嗎 所以越小時間 來訓練自己 你根本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你就很容易的變成你的本能 本能越多 未來的前途越光明 賺的錢越多 你要不要賺的錢越多 要 不會說不要吧 要怎麼樣收穫 要怎麼樣去栽培 所以現在趕快來栽培自己的學生時代 尤其現在你知道運氣多好嗎 現在學生 你要什麼資料 網上都有 你更容易進步了 所以 不是你進步到 將來發光發人 還有誰呢 當然是你了 有沒有信心 有沒有把握 就從現在開始 自我期許 自我設定 自我勉勵 我們 一步一步的 大步向前 早日奪標 好不好 好 感謝你的參與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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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都會走 我們下次見 有目的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